第一题它叫我们做3s-2 这个四次方的积分 那我们一看这个四次方拆开太麻烦了 所以我们就想到这个公式 就是一个函数 如果它有次方 对这个函数抵u下去积分的话 那这个积分出来它会变成k加1 分之u的k加1次方 这是这个积分公式 它专门处理函数有次方的 但是同学要注意这后面是du 所以这题目我们一开始 因为它这个四次方的关系 所以我们大概就认为它是这个公式 因此我们就令这个u 让它等于这个3x-2 那令完u之后 同学记得要du 也就是把u下去做为分 那原本在微分的时候 上学期微分的时候呢 我们是du over dx 把u对x微分剩下3 那记得呢 这学期积分 这个dx都是跑到右边去的 所以du就是3dx du就是3dx 那所以dx必须要透过3 乘以一个3才能转换成du 那因此呢 我们就在这个式子里面 把这个dx的前面呢 乘以一个3 前面呢 除以一个3 乘3要除3回来 因此呢 这个三分之一 落下来 积分号 那这个3x-2呢 我们就把它换成这个u了 3x-2把它换成u 那它是u的四次方 上面这个四次 那接下来呢 这个3dx 3dx就转换成du了 转换成du 那u对u 这种形态呢 你前面换成u d后面这个就要换成u 你后面不能再留x了 所以呢 这个u u的四次du 就完全吻合这边这个公式 那因此呢 它积分来之后呢 变成了三分之一 乘以呢 四次积分就变成五次了 除以这个5 除以这个5 再加上常数c 那最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u换回来 那把这个系数乘起来 所以这题最后答案呢 就十五分之一 乘以呢 u的五次方 u就是一个3x-2 就是乘以3x-2的五次方 再加上这个c 这边是5